零丢丢 你教我的方法怎么不管用的呀 不是你说的只要拿这个东西 表白相识肯定会同意吗 零丢丢 你还真是爱乐于助人 先生你给我站住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零丢丢 一开始是你选择了逃避吧 既然你一直都想做我沉默的灯小魁 就别再来干了我追萧凯 行吗 我一开始是选择了逃避 当这样你就以为 可以把我踩在脚底下欺负吗 我告诉你你错了 我零丢丢 从来都不是怕事的人 不接 丢丢 你看到萧总监了吗 刚拿钞是走了 萧凯 萧凯 我们谈谈吧 有什么好谈谈 萧凯 不管你愿不愿意听我解释 我必须要说 干什么 是说你怎么告诉CC给我告白的 不是 我根本就没有教过CC怎么告白 零丢丢 你来找我也要变个像样的借口吗 我不管CC怎么陷害我 但他跟你告白的事情 我不知情 我也没掺和 况且 你也知道这个告白方法对我的意义 我会怎么可能将CC用同样的方法对你 我的意思是 当时对我来说很有意义 我知道了 我先送你回家吧 我还是回公司吧 毕竟马上要去分布了 还有很多工作要对接 还要去 这不早就决定好的事吗 零丢 你是真的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生气是吧 我不在乎自己用什么方式给我表白 我在乎的是你对我 对这份感情的态度 你自己分得起吗 你来时不想让我误会你 还说 你根本放不下这段感情 你用我的手机 你用我的手机 在那个小人的生物标误 以后再有什么东西找得到 就翻译 知道了 知道了 先走了 本来再跟你说 我当然分得起 以前我被你们归多了 现在不想被你们归吧 你别多想 本来又是个智能够起来 你走吧 小老师 我没打到车 你能送我回家吗 车车